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4日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国内是昨天 在海外呢 就是今天了 其实都一样 也就是34周年纪念日 这个日子非常重要 看到了好多的新闻 一个是在墙外 到处都在纪念六四 举办了很多活动 今天在上集场 曾经和大家聊过了 一个是在墙内 也出现了很多的 非常的 你仔细观察 非常诡异的一些事情 你比如说吧 今天推特上发条消息 很有意思啊 意味深长 你看是张立凡 张立凡转发的 他发表的啊 说主打巨府九天君主徒的 李小林画作 画筑这个范增补画人物的合作 就是现在国内啊 举办了李鹏的女儿 李小鹏的这个画展 什么画呢 私书画 那么大家知道现在什么日子呢 在这个日子里 这个六四的盔子手 李鹏的女儿 出来穷得瑟 还举办了这个画展啊 这个 而且这个画展竟然 今天到会捧场的人很多呀 他这个主办单位是属于呢 中国国家画院 这非常的诡异啊 这非常的诡异啊 也算是一种巧合吧 这个今天出现这些人物 本人都见过啊 好几个我见过 你看 一个是李小林我没见过啊 但是呢 今天捧场的有范增 范增我见过了 我采访过啊 1988年他到大连 这个东北财经大学 那时候他受压呀 所以压他呢 就是李律环不喜欢的整他 那时候国内的媒体不许报他 只能是日本的媒体啊 比较赞赏他 他的作品在日本受到欢迎 所以那时候他这个 和这个南丽一起 带他的学生南丽啊 当时南丽是北京文化局的 到这个东北财经大学去访问 当时东北财经大学校长是李克姐 我给你们讲是百分之百准确啊 第二年他就到 发生六四了 他就跑到那个 这个巴黎去了 法国啊 我要讲的什么 你看今天很有意思啊 范增离开中国之前 发表了去国声明 是吧 爱江山也爱美人啊 这都是旧文了 我不去讲的了啊 就时过惊迁 往事入宴 现在是 发现戏剧性的场面 就是李鹏的女儿李小林 这个搞画展 范增到现场去祝贺的时候 我看走在最前面啊 那么在此外还有一个人 也很重要啊 这个人叫连吉 你们都不了解 这个连吉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院长 还分别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就连吉啊 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连吉是谁啊 我非常了解他 就在大学的时候 他是聊大学中文系的 今天我在另一个节目讲到了啊 没想到晚上就看到他这个名字 登在 登在在推特上面啊 他是聊大中文系啊 1977届的 我是聊大历史系七八届的 但为什么我知道他呢 我有个好朋友叫石卫国 是写诗的 写得很好啊 人品非常好 我都是铁哥们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在大连啊 这个是中文系 和他是 他们是一个寝室的 当时有邀逸峰 有连吉 还有其他一些人啊 后来连吉 大学毕业以后 到内蒙古 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 后来是炎黄春秋一把手 现在就这个角色了 终于找到了啊 我要讲的是什么 当年在聊大出版这个杂志啊 第一本杂志叫贝雷杂志 是中文系创办的啊 这个上面刊登了 为魏京生呼吁的文章 就是他们这个出版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 在这辽宁啊 我也在那里夸张 你范子问7778 聊大中文系的都知道 我没有半句自己虚构的 我不敢虚构啊 那后来就没见到 毕业又没见到 听说当官了啊 你看 今天到场捧场还有他 他去捧场一点不奇怪 我讲过了啊 人都随着地位的变化 思想产生的变化 你聊到好多人当官了啊 王冬明现在人大副院长 对吧 这个很多当官的啊 我唯一列举了 都变了 人当官就变了啊 你看今天最有意思是什么 就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不仅仅是画展啊 这实际上是在习一平支持下 李鹏的女儿出来什么大忽悠 那当然了 他应该承认他这个喜欢的美术 他这个女性嘛 他画的比较细致 我讲他还是有一定的功力 你不能说他画的不好 我认为画的还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下了些功夫啊 但是像他这个身份 像他这个能力在中国 在这个美术这个行业根本数不上 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给捧场 连范增也捧场 连级是当官 中国艺术研究院那是什么级别也可以了 在这个文化文旅部啊 他应该是文旅部下边的吧 那就了不得了 但是今天有一个人物也没出现 他是国家画业给他举办的 国家画业院长没出现 就是陆宇顺 陆宇顺过去是哈尔滨市长 黑龙江省哈尔滨艺术学院副院长 和我是很熟悉的 非常熟悉啊 陆宇顺是个非常好的人 那么我从监狱释放以后啊 我还去他自己一个酒店 在这个忽兰县啊 巴黄通神大酒店 我在这里住了四十多天啊 他对我很好 让我去休息啊 我和他是有点交情 那么这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 陆宇顺这个人呢 他是我个人猜测啊 他是注重艺术 他认为就李小林这个艺术啊 他恐怕是不会从心里佩服 所以他没去 陆宇顺和范增不一样 范增这个人是这样讲嘛 现在是彻底服了 共产党把他制服了 就是今天这个场面是超大 超震撼的 你真是巧了 这几个人我都交往过了 就是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美术啊 书法啊 艺术啊 文学什么都彻底的 堕落了 堕落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配合中共的独裁者宣传 其实他心里哪个人不知道 习近平搞出的东西是倒行逆施 他为什么要这样 没办法 是不是啊 为了名啊 为了利 为了保住位置 不得不就是说 这个这个顺从 威信的顺从 你现在就连击 我太了解他了 他那个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思想很活跃的 我经常到他寝室去听他在 他们在这议论啊 个个都是指点江山 这个这个可以这样讲 心怀大志是吧 你看最后都称官僚了 对吧 炎黄春秋 就不他主播他管吗 连几个罗塞胡子 我现在不知道说罗塞胡子 我这很多年没见到他了 从1982年大学毕业后 就没见到了 但是我那个同学 就和我关系很好的 石卫国 后来担任辽宁省共产党民杂志社长的 那个人是非常好的啊 包括我已经入狱以后啊 他还给我 送了点吃的东西 还送了点东西给我 这是很不错的人 我要讲的是什么 就中国这个社会 很多年轻人 年轻时代思想都是非常的 要求民主自由啊 但是后来随着地位的攀升 和政治制度的腐蚀都变了 不同程度变了 变成一种人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见过 再没见过连吉这样当官的啊 我相信他很可能属于这种类型的 就地方官呗 换一个领域换到艺术研究院同样的 另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心灵留着一份尊严 不愿就是过于的就是流血拍马 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也不得不什么呢 忍气吞声啊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是吧 在人的内心深处 谁不知道就是 共产党搞到名堂 人们都不烦 谁不烦 是不是 我不想再讲更细了 对不对 像这个活动啊 这个这个在中国国家画院举办 我认为就这个李小林的艺术成就来看 不合适 他应该是在一个 比如说在一个什么基金会啊 随便找个地方啊 就属于那个业余创作玩一玩的 你中国国家画院在什么级别 这国家的艺术成就最高水平的领域 给他搞这个书画展 还要专家去维心的吹捧 实在是一种耻辱 一种文化的文学艺术的堕落 白人认为啊 你说是不是 这要是给这个这个年轻有为的这个艺术家吧 是吧 达到一定成就的鼓励他们应该 像他根本不够水平 他为什么还这样忽悠 就为了政治啊 也为了什么 为了抵消六四 人民 中国人民对六四的怀念 你看啊 或者是反映了习近平啊 特别的专制霸道 道行逆施的剧动 像各种办法绞尽脑纸 你不是不站着用六四吗 我让李鹏的女儿出来和你杠 是不是啊 就习近平就好搞点东西 实在是得人感到匪夷手势啊 所以今天大家看一看这个这个报道 这个推特报道怎么讲的 他说 当日中国国家画院群衔避制啊 就丢尽了脸这些艺术家 群衔避制 高鹏满足啊 这些都是八戒权贵的 是吧 他第一个是李鹏 因为李鹏和习近平关系好 李鹏比较帮过习近平啊 李小鹏也帮过 他说呢 原全国人大副院长陈昌志宣布展览开始 陈昌志是啥东西 不然现在在重庆大户有的时候 陈昌志就去捧场捧臭脚对不对 还有前文化部部长蔡武 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 我不了解这个人啊 中国书画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苏诗 这个姿态再小看不清啊 这个有一个 呃 还有中国美术家啊 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史玉波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冯远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李 原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连吉 还原 他退休了 已经退休了 还出来瞎唬有啥吗 是吧 丢人现眼的 呃 还有这个等等吧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他们说什么呢 惊叹并赞赏李小林的私塾画 这个确实是微信在这宣传给他捧场 那就讲他挺用功的 就挺细心的画的女性嘛 毕竟做事比较认真 但是你说他画的东西 实在是不敢共为 有一个读者讲说仔细的看 不仔细看以为是挂窗帘 一看就是降气 特别的没有什么艺术创造 就是一种模仿 一种就是精细的一种描绘 一种非常拙劣的表演 而且他这个家族只能给中国人民带着愤怒 每当看到他就想起李鹏 一看到李鹏就想起李五四 想李五四人就想揍他 不是心里话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负面的新闻 那么今天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看到一个小视频 范征老先生年始已高了 在家就休息吧 我对他是很尊敬的 他了不起范征是满夫经伦的 范征是我遇到的画家当中最有学问的 我跟陆宇森也打过交道 陆宇森的学位远远不如范征 没有人能感受到范征的学识 那太厉害了 你这个得承认 但是六四这个事过后 他被共党给他整老是吧 就像徐刚也是 徐刚回到丛民了 也默默闻的现在是吧 还有那个北岛 北岛也低头了是吧 还有那个 我一直想不起来 六四当时很有名一些 一些作家 诗人 理论家 却回去了 回去后就笑着你记得 包括北岛 就差一步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那真是 这也是很悲哀的事儿啊 尤其是今天这个这个李小林 这个所谓的开幕式 就有一个人还是 我的眼睛看不清楚啊 有个人还在真正有词的 这个赞美李小林 这实在是丢人 我今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生怕看到鲁语顺 好在鲁语顺没出现啊 不可以为是我的兄弟 还是有点有点鼓起 不要出去这个活动 真的小猪肉千万你不要出去活动 你立刻去喝酒 你不去不要去去参加这场合啊 这是这是一条消息啊 就非常有意思啊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另一条消息啊 也就是今天在万维网上看到 看了一个消息报道 讲到什么呢 讲到这个中央电视台啊 现在很多熟悉的名字消失了 但他没讲什么原因 我给你大家分析分析啊 你看我分析对不对 这是澎湃新闻报道 中国央视更新名单了 说这些熟悉的名字消失了 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 他说近日央视更新了央视主持人大权 其中海峡欧阳丹青 多维儿书能详的名字 退出了央视主持人行列了 退席了 他说对比更新以前的名字 CTV 一台综合频道目前维持六个主持人的位置 他们是叫 萨贝宁 冯硕 王家宁 张书 月 李小冬 和书冬 我都不认识这些人啊 因为以前我见过一些 像罗金我见过啊 他说 新闻频道主持人则变动较大 具体来看呢 就是说 有这些人 才上来的 顾和宁 海峡 欧阳丹青 于恩惠 处梅 徐卓阳 张小南等人 就这些人已经不主持了 那么现在新增加了一批人啊 你像 持倩 啊 这个 陈毅博 郭新宇 刘妙然 王宇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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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张安琦 入选了 张力转任CTV 国防军事频道主持人 说海峡此前已经以中央广播电子台总台 总编时播音员主持管理中心副主任的身份亮相 就当了官了 据央视网络报道海峡是93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直接进入央视新闻部播音组工作 曾任中央电子台一套早间新闻晚间新闻滚动新闻播音员 现在播报等啊 主播 说他的成长与中国电视新闻的改革相伴 说晚间新闻改版早间新闻改版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50周年阅兵式 他都参与了等等啊 你看这里还有一张图片 挺漂亮是吧 看看这个女性 外表看着就是很漂亮啊 那么你在看后面怎么讲 海峡 海峡07年因主持新闻联播被观众熟知了 08年成为政协委员 07年获金话筒奖电视播音作品奖 15年被评为央视十架播音主持人 欧阳担心欧阳下单呢 此前是从央视上工作岗位上消失很久了 023年1月欧阳下单在抖音账号上发表了一个短视频说你好 正是入住了抖音欧阳下单在短视频中写身体如心灵 两个都要在路上 23加油 就坏了位置了 坏了地方了啊 他说据央视网的报道 欧阳下单机关是广东贵林 央视新闻频道主持人 03年8月进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主持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09年进入了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主持节目共同关注11年担任新闻联播主持人 这篇文章最后说呢 欧阳下单称在12年获中央电视台台长特别奖 15年获央视十架播音员主持人称号 我认为他没有讲什么原因 我告诉你们原因是什么 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啊 他之所以把这些人坏下去 你发现这些人的经历在哪一个年代最红 最虎最虎 你就知道了 这些人你看大部分什么海峡2007年主持主持节目 2007年4月 胡温时代啊 也就是胡温时代这些走红的播音员 不论男女习近平都不放心 习近平的嫡妻就是菜鸟李叔蕾 还有这个陈希这些人就琢磨这些事儿 他为什么因为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如果将来发生了军事政变 比如说吧 像1976那样那样发生大事儿要抓习近平的派系被抓 第一件事儿抓他那些人就要换这个播音员 因为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太重要了我跟你讲 他们这个一个楼层一个房间都卡都不一样 进不去 有朋友在这边啊 这我就不讲了 非常非常核心层的 一直是在中央军委在管的核心管 现在可能是习办在管 就这个领域啊 他们这也是什么 他们这就是因故学蛇 是听喝的 中央电视台里面内部的话 咱都是驴听喝的 就是 擀驴不就什么 哒哒哒哒哒哒 香港擀驴不就是什么 所以马不就是这样吗 这人你别看它就这脸儿 穿着头 每天讲什么 讲多长时间 谁先讲谁后讲 那都是领导定的 他们就是这种表演 压力是很大的 我会讲 不是你们看那么轻松的 这个活不好干 它是个民地产 它为什么很多的女的部员员 容易和当官就是 这个 暧昧上床这乱七八糟的事 是因为他们极度的不安全感 真的 他们也不愿意 但是你上到这个位置上 你有便利的条件和当官见面 对吧 当官来视察 做我们做样子握手 打个小电话 留个小纸条 是不是 就容易出事 就是从当官的角度来讲 他们这种腐败 这种政治制度和权力过大 和政治制度和人的气情肉欲 对接造成腐败 一定是这样的 权力太大了 反过来讲 他们想保住这个位置相当艰难 都得有靠山 谁靠的大 谁就牛 因为他都是一个当官一句话 官大一句 压死人 对不对 比如说你以前都流传 是李瑞英和江泽民 人只要搞上江泽民 谁都不打理 对不对 宋主任也是一样 他只要和江泽民 那他滚完床带 那他回电视台以后 别人个个都是吓得 都是回腿肚都转结 怕他揍一本 对不对 这和政治体制有关系 你看加拿大美国 你就很难了 对不对 当然也有 个别有丑闻 但是很难 他的政治制度问题 所以他们这些人 极度的不安全感 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个位置是不好坐的 压力非常大的 所以我接触过他们 类似他们这样的人物 这个就我认为啊 谁到了这个位置 谁都是生存都是很不容易 非常重要啊 尤其这个政治制度 我再讲一遍 就是他为什么要换 这些人的目的 什么 他现在习近平常给 不稳定的因素 危险的因素 全部给他干掉 全换成自己的人 关上自己的人他也不放心 还要回还会坏 因为这个位置太重要 太重要 因为这是一个平台啊 这是个舆论阵地 中国最大的一个声音 这个大喇叭 大喇叭 要搞一下明堂就麻烦了 我跟你讲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 就是可以这样讲 他们的播音员的背后 应该是枪在管着 直接管着的 我要告诉你们 我老江在新闻界混得很久了 还是治的一些事 就是高度敏感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 那个金光大道 主持人 就是这个 嘲讽毛泽东 为什么出事了 别人给他画圈了 是吧 是精心 一些人精心策划 把它搞下去的 对不对 不是那么孤立的世界 我要讲是这个意思 那么其他已经讲过 就不重复了 我们再来谈谈 就国际新闻 今天有一条新闻非常重要 这是海外万维网刚发表的 他的题目是 中共掌控美国精英 是全球最大的威胁 这篇文章讲的是非常重要 他说 讲述中共最新的书籍 叫起诉书 现在出版一本书 很快成为所有类别排名第一的畅销书 现在引起轰动 说近日该书合著作者叫戴德·劳克森 接受媒体采访讲 中共几十年来试图控制美国精英 就中共渗透非常厉害 他从六四以后 他曾经借美国的绿卡制度 一大堆人进入美国 以各种身份 叫什么 叫什么商干 就是商人 表面是商人 十年都中共情报系统出来的 他的方法就是 他说纽约一走 他找各行各一些人 一些成功人士 纽约去美国 组账给钱 给你三十五张安价费 然后将来组的需要是找 好多人都生存下来 还厉害 一大批出来的 那么那就是一种渗透 他近日 他说几十年来试图控制美国精英 而人们必须清醒的是 中共是跨国犯罪集团 是全球最大的威胁 他这正好和前一段时间 非常活跃的 一些反共人士的观点是一致的 异议人士是一致的 对吧 你看他说 几十年来 中共一直在对美国进行超限战 其中一部分 他们最有用的手段 最有用的手段 自己是掌控精英 就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些领寓人 我掌握了好多控制 包括华尔街的大老板 他而且正发挥了作用 所以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中所说的 中共是一个跨国犯罪组织 国会应当把他定型为跨国犯罪组织 那时候就可以对中共提出控告 可以在全球追究他的罪责了 说劳格森现任美国外交政策团体 应对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的行政秘书 以及拯救被迫害基督徒组织的执行主任 他表示中共正在全球范围内掌控精英 各个国家都是这样 尤其是美国 他的红色渗透非常厉害 各个领域他都领寻入 比如说有些人呢 我都知道 有些人他过去是大连的新闻界的人 他突然间 这个组织找他 就给他派到加拿大来了 因为他的 比如说他的太太 我就认识有一个人 我不相信讲了 他的太太是安全局的 是大连电台的一个安全局的 政策的意见 愿便去拿加拿大 我们给你办 就出来了 好多这样 我跟你讲 潜伏下来的 什么时候能暴露啊 等到自由世界和专制世界大决战的时候 就现在 就逐步开始浮出了 你们会看到 他说劳克森他的职务 而在美国商业和政府当中 都有领导者被中共所蒙蔽 大批人 各行各行都看不到 我跟你讲 潜伏下来的 中国的统战部 一直在幕后运作和渗透 他不光统战部 总裁 国安部 民堂多了呢 对当地的政客 不是给钱 就是安排去中国旅行 中共一直以来 用尽各种手段 引诱美国领导人 直到最高层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 说拜登总统也可能 是受影响的 美国政府高层管理官员 拜登总统可能 是受影响的 美国政府高层管员 他说 说拜登总统和他的儿子亨特 美国众议院的监督委员会的 正在调查 中共通过空壳公司 将资金转移拜登家族 你想想 叶简明不是没了吗 叶简明 他为什么没了 好多事啊 真的 这篇文章很敏感 他说 劳格森认为啊 美国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 人民必须了解 中共对美国和世界的 未来最大的威胁 就是你不能说 中共是要 习近平要统治整个全世界 你不能说一点可能性 没有啊 你要挑警惕 要怎么他现在这么搞 这么 你看他现在用这个飞机 毕业美国飞机 美国要躲避 在海上呢 军舰 接着美国军舰 美国也要躲避 你想想他现在什么 求战心切 我跟你讲 他是很厉害的 并不是说 像咱们批评讲 批评的一塌糊涂 他也不是啊 我跟你讲 他这布局一直很久了 数十年的布局啊 美国是想什么 让他对外开放 加入WTO 最灰国带 帮助他 振兴实际帮助 他从一开始 就中共这个政权 他就想跌覆全球 统治全球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事啊 这篇文章讲说 美国已经站在了什么 悬崖边上 非常危险啊 他说 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 面临的最大的生存威胁 甚至比冷战高潮时期的苏联 还要严重啊 那时候毛泽东讲是 帝国主义预言家们 把就是演变的希望啊 和平演变的希望 寄托在中国的第三代 第四代事 现在就倒过来了 是人也寄托在这边身上 而且在一步步的走向 像习近平想象的梦想那样 很吓人的 我跟你讲 正是倒过来了 说是中共使我们最大的敌人 他正在与我们交战 而美国对这场战争的 真正进程的认识 还远远不够啊 我跟你讲 确实讲对啊 他说 我们的书 也就起诉书中 有九项指控 列出中共的罪行 还有那些帮助中共在美国等地犯罪的人的罪行啊 你看现在那个 前几天 美国抓了两个 涉嫌当间谍的中国人 华裔 你看其中有一个 乔林 从法庭的审判 这个审判 法庭过堂 出来以后 你看他那个态度 在大道 就横晃了 后边还有个人 把着他 根本不在乎 我是无辜的 你讲他横晃 你就看 到什么程度了 美国是很弱的 我跟你现在 在各个领域 美国都是示弱 现在 你不要以为是 就完全超强 中国一直欺负他 你看 他认为应该对那些 一直帮助 从事间谍活动的人 进行行事起诉 同时强调 要把中共与中国人 去分开 中共不仅在海外犯罪 也在害死了 几亿中国人民 现在还在残酷的镇压 这个信仰的群体 你看这也是 这个小学生 妈妈怎么跳楼的 对不对 为什么全网都在 找周军这个人 对不对 激动了这个 武汉的老百姓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了 就是侵犯人权 这个每一天的事件 每一天都在发生 他确实讲对 你看他讲 中共犯下反人人罪 应该对超过 一本国人民的死亡负责 我们知道 中共政策杀害了 四亿到五亿的胎儿 还有对 维吾尔人的 种族灭绝罪 残暴地 迫害基督徒 和其他信仰的人 剥夺他们的宗教信仰 不让他们把信仰传给孩子 这种种族灭绝罪 中共犯下这种罪行 劳格森还在起诉书 这一书当中 提到的二十条应对中国 中国的建议 等到下个节目 再接着谈更多的新闻 和报道 评论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